哈喽大家好我是Pinky 欢迎回来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 加加我2022年私心爱用以及推荐的唇彩们 最近呢口罩的政策放宽了 所以大家化妆的意愿是不是就增高许多了呢 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支能够厌贯全方 或者是日常使用都不会觉得有负担 很漂亮拍照很上向的产品的话呢 今天的影片千万不要错过了 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产品呢 也是我2022年非常常使用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各项的优缺点也会分享给大家做参考 OK那我就马上开始吧 今年呢很多品牌都推出了不沾杯的持久型唇膏 其实持久型的唇膏一直都在这个市面上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会更加强调这个产品不转印不沾染 那其实呢这个定位就像一个双面刃一样 因为通常比较不容易转印不容易沾染的产品 相对的上嘴的触感会比较干 but我真的觉得有些产品是可以做到兼顾 上唇舒适又显色又漂亮 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贵 那就是它 Dior Rouge Forever 然后我的颜色是200号 这个颜色呢是一个非常温暖的裸色 它在我今天推荐的产品里面也许不是CP值最高的 但是以不沾染的唇膏来说的话 它的滑顺度非常的赞 你在上唇的时候不会感觉到它拉扯你的嘴巴 而且呢颜色很均匀很服贴显色度够 你只要轻轻的薄涂 它就能够遮住你原生的唇色 那我自己原生嘴巴的颜色是偏深的 用像它这样子的螺色调 其实也是完全OK的油 薄擦看起来非常的自然 厚涂的话就蛮有气势蛮有气质的 而且它不只适合单擦 也很适合跟别的产品去做叠涂 呈现的效果都非常的棒 对我来说算是一个蛮多功能 然后蛮安心的存在 透过示范的影片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真的是不怎么转印 而且就我自己之前有吃A酸啊 皮肤很干燥的情况下去使用它 也不会觉得说哇擦了 让我的嘴巴看起来更干 或者是实际的感受上会不舒服都没有 它算是我用到所有的不沾染唇膏里面最棒的 那毕竟Dior他们家的定位本身就是比较高端的 所以在包装上还有呃 产品的质感上品质上 我们本来就会预期比较多嘛 这一支虽然说是消光的设计 我用了好一阵子之后呢 它都没有什么刮痕 logo的地方颜色也维持得非常的完整 所以这一支我自己个人私心是非常的喜欢的 那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颜色太裸的话 其实它这个产品线还有很多不同漂亮的颜色可以值得你去探索 最先把它拿出来讲呢 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算是不沾染唇膏的一个标杆 好不好品质就是在那边 OK好那第一支就介绍到这个样子 不管说你是白心肌肤的人 或者是像我一样健康肌的 甚至肤色再更深一点的话 都是可以驾驭这支唇膏的 它虽然说是偏裸但是还是有存在感的 OK接下来这一位呢 我跟他有一点点的love hate relationship 详细的故事呢 等一下再跟各位分享 先来介绍他登场 那就是嘉嘉Nars的特务丝柔持色唇膏 我今天示范的这个颜色呢 个人觉得非常的有气势 也很显白很提气色 基本上是不挑肤色的存在 因为它的饱和度没有那么的高 所以你如果说在这个年末的派对 想要华丽登场的话 非常适合使用它 那为什么我对它的评价会是又爱又恨 因为其实一开始收到它的时候 我在手上刷色就发现说 哇它蛮卡的 上唇呢 那个拉扯唇部肌肤的感受也是很明显的 涂多层一点点的话 你在抿嘴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有微微的黏度 但是我必须说哦 也是非常些微的 不会感觉到不舒适 长时间戴妆下来呢 它的妆效也是漂亮的 不会拔干就是你不会因为戴妆时间变久 它就越来越干 哦它是一开始就有那个干度在 后来也是一直维持那样子的感觉 如果说真的跟Dior比起来的话 我还是比较喜欢Dior 但是为什么还是会在这边跟各位分享 就是因为它的调色真的是 漂亮了 我手上还有它其他的色号 我发现在我日常的搭配里面 我很常使用它们 因为毕竟它们还是不转印 比较符合我的需求 就算是现在口罩的政策是放宽的 但是在室内我还是会戴啊 搭乘大众运输我也会戴 所以口罩在穿穿脱脱的时候 反而是也很容易转印到耶 那这个也是非常的持久 如果说真的要讲舒适度 当然还是Dior略升一筹 但是持久度方面的话呢 嗯我觉得它们两个算是差不多的 只是Dior上嘴巴的感觉 是更加的轻薄 涂抹的时候也比较丝滑一点点 这个样子 那如果说你追求这种 持色唇膏要高CP值 甚至是有点润润的感受的话 接下来这位你千万不可以错过 那就是加将 ETUDE的魔幻滤镜定制唇膏 这款产品呢 它在开发的时候 是跟韩国的100位欧妮 共同所开发的 所以呢它不管说是调色 或者是说在 使用的感受上 会更贴近我们一般人的喜好 那这个产品呢 它号称是6个小时不转印 NARS是10个小时 那我自己使用下来 我必须老实说 因为你还是会吃东西 有经过吃东西这一关的话 这几支都多多少少还是会掉色的 那我第一次使用它的时候呢 我就跟史丹去吃炸鸡腿定食 我一边吃它一边说我的唇色好漂亮 然后这个颜色好持久 诶就是 A2的唇膏 YAS 所以呢他们都会微微的掉色 可是看你吃的东西油的程度 以及你擦它还是抿它去做决定 那它呢是今天分享的这种不沾染唇膏里面 CP值最高的500块以内就可以把它带回家 而且它的优点呢 跟Dior有点像 就是非常的轻薄服贴 显色度上是微微透出自然唇色的那一种 也许Dior擦一层就可以遮盖住你原生的唇色好了 那它可能就是要擦个两层 但是我觉得定价真的差太多了 然后因为一个是欧美品牌 一个是韩系品牌 调色方面也是很不同 它呢没有一般韩系品牌那种过量的 桃红色粉色或者是红色 每一支的颜色都是非常贴合我们的日常 YES可能有的颜色我们黄黑皮擦起来还是会偏亮 可是呢我觉得它是提气色的那一种 甚至是你只要妆容搭配的对都是很OK 那我今天跟各位分享的这个Coral Rose 非常非常的实擦 而且这一支也是这三支唇膏里面 保湿感最重的卸完妆之后你会感觉你的嘴巴还润润的 所以我觉得是不是有一点点的厉害就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啦 而且除了我刚刚讲的这些优点之外呢 我觉得它的包装也是非常的漂亮 拿在手上的手感很好 然后你光是这样子一直看着它也觉得很有趣 不管说是外观或是产品品质各方面都是实力在线的 接下来呢进行到唇釉 唇泥部门 其实在今年因为这款产品 加加加Kaleidos的唇泥开启了我对于这种质地的喜爱 那用下来之后呢这一款产品可以说是我今年登场率最高的 我现在就是擦它非常的提气色 简直就是我的MLBB但是在高级一点点 那以唇泥来说呢它并不会厚重 它是有存在感的那一种 可是呢不会让你觉得闷或者是不舒服 在抿的时候呢也不会黏 就是很清爽妆效也很漂亮 那薄涂对于唇色的遮盖度并不是那么高 但是厚涂之后就OK完全没问题的 它这个颜色呢也是很适合做打底的 带点豆沙带点玫瑰然后又有一点点的土棕 所以呢它虽然说颜色不是非常的重 可是在我的脸上看起来还是有存在感提气色的 为什么一直强调存在感提气色 就是因为这类型的颜色很多如果调不好的话 你擦起来真的会很像生病 OK或者是你看起来脾气很差 但是这些不会 这些都是看起来你就是一个很好接近的人 然后又是漂亮得体有气质的 YAS 你知道有时候你装画的很完美 但是你唇色决定错了 或是那个唇色不对 整个人就是不对了 这个颜色真的是非常漂亮 然后上唇也是很舒适的 会有微微保湿感的 而且以唇泥来说 它不会起泻 有的唇泥真的好干好干 就会很容易结块扒着死皮 它都不会 就是因为它颜色日常 上嘴舒适 又不容易转印 所以今年我真的是非常常使用它 然后在此也要谢谢汤姐送给我这个 可爱的小东西 我非常喜欢它 就像我喜欢你一样 不好意思又开始晒恩爱了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是卡兹兰的唇泥 这个是之前品牌送给我的公关评 结果没想到我一用就用的不停 而且我最常使用它的时候 就是我可能擦一个裸色 再用它叠加在重点的位置 去让嘴巴看起来更有立体感 当然它单擦也是非常漂亮的 因为它就是那种很正的番茄红 你薄涂就很提气色 厚涂就很有气势 一年四季都可以用 只是就是要看场合这个样子 而且它不会让嘴巴看起来像吃过冰朗渣 很多番茄红调美好 你擦起来就很像血盆大口 或者是说你真的刚薄完冰冷的那种感觉 没有它是真的蛮有气质的 质地呢非常的轻薄 非常的显色 所以用量也非常的深 你这样去算一下数学 那个CP值也是非常的高 如果说你要讲质地的轻盈度的话 我觉得卡兹兰是略胜一筹 但是上嘴的那种微保湿感 是Kaleidos获胜 虽然这两款呢都是各有优势 但是以我自己的使用感受来说的话 都是好用的产品 而且它们的转印程度 都没有到非常的强 YES你在拿下口罩的时候 会看到一点点颜色转印过去 可是不是一整个嘴巴印上去的那一种 你看好像 清到个不行 手上也是没什么颜色 会啦会有一点点 但就是一点点而已 所以呀这两款我自己也是满喜欢的 然后上嘴都是舒适的 不会久了之后让你嘴巴 皱变成酸美 或是颜色啊 剥落啊 呃 基线啊 卡纹啊 都不会 因为它是唇你的质地 所以相对来说会抚平你的唇纹 那卡兹兰的颜色 真的是显色度太高了 所以相对来说 如果说你唇矿不是那么好的话 会有一点点卡色 一点点的明显 在擦它之前稍微做个唇部保养 之后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再来是个唇釉 那这个唇釉呢是andb的 也算是我今年下半年挖到的一个宝物 因为它的调色真的是 漂亮了 所以我用了之后就真的能够感受到说 为什么它在日本会这么的热卖 我自己呀只要是拍片用它 或者是私底下出去玩 如果发ig线动的话 大家都会问说我擦的是什么牌子 就是它 那它的颜色呢 其实是偏重一点的 所以如果说你是皮肤白的女生擦 它的话 会更有存在感 那个气场会更强 那我这个健康肤色的人擦 就是感觉得出来比较知性 哦 细致的感觉 自己讲都心虚 当然除了它的调色非常高级 显色度很棒之外呢 它上唇的感受也是很舒适的 跟刚刚的唇泥比起来 它的转音度可能会略高一些些 可是也还好 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而且呢 这款真的是保湿有感 你长时间戴妆下来 嘴巴都还是会感觉非常的舒适的 包装的管身又是这种柔雾的设计 虽然说扭开的部分 还是有一点点的指纹收集器啦 但是瑕布掩瑜 它的墨数还蛮大的 然后颜色又好看又舒适 又持久 可能真的还要再讲一个缺点 就是它 你一定要经过代购才能入手 要不然的话 我觉得它也是整体来说 CP值非常的高的产品 接下来呢 跟大家分享这款产品呢 呃 它就是会沾染 会转映 但是我还是要跟各位分享 为什么 因为它还是住在我的化妆包里面 长达半年之久 那就是 Chanel的唇颊霜 然后我这个颜色是 Livelly Rosewood 你看它是不是跟我的嘴巴有点像 就是这个颜色看起来偏粉对不对 但它的血色感是那种粉嫩的 而且它薄涂在脸颊上的时候啊 真的是非常的贴肤 并且散发出淡淡的光泽 虽然说你在用手指头沾取它的瞬间 会怀疑说这个上脸真的OK吗 因为真的是有一点点黏黏的 可是真的没想到哦 它在蜜粉前或蜜粉后用都是OK的 甚至是 呃 如果说你在蜜粉前使用它的话 它的持久度真的很棒 很像是你自己原生肌肤 透出来的那种红晕感 上嘴巴之后呢 薄涂好自然哦 厚涂呢 又有一种贵气的感觉 而且它会有淡淡光泽感 它的光泽感是没有到 纯又那么强烈的 可是是那种健康 丰润的感觉 of course 如果说你涂到一个极致 它还是会 呈现像这个 瓶声里面反射出来的光泽 但是在一般使用的情况下 我不会涂那么厚 它的颜色就已经很显色 很有存在感了 以chanel这么高的单价来说 我觉得它的帽数是 cp值非常高的 加上它的多功能性 是让我对它非常爱不释手的原因 它的美好可以让我忽略掉 它会转印的这个事实 你就可以知道说 我多么的喜欢它 yes 年度最爱好不好 这已经是年度最爱了 无法再多说了 就就 呀就这样 OK 接下来呢 要跟各位分享的就是唇佑 那它也是今天分享的产品里面 最容易转印的 可是同时之间呢 也是我觉得啊 我用了之后 自我感觉最良好的 因为亮晶晶的嘴巴真的会 让自己觉得好像不太一样耶 而且我只要在影片里面有使用它 或者是我拍照啊 放上ig先动做纪念 哦 小盒子就是会被吻爆 OK 来 先第一位登场的就是 将将这个花枝小的独角兽 唇佑 so pretty amazing 不好意思 我有点太激动 它的质地好舒服 像水一样耶 博图就可以感受得到 那个唇佑在嘴巴上化开的感觉 完全不会黏 只有那种 会 渗透到皮肤里面的 润感 刚擦上去的时候呢 你会觉得它的光泽感 好像没有那么强 可是它会瞬间沉默 沉默之后就是那种水嘟嘟的 晶莹剔透的嘴巴 那很多人都会说这种妆感是 唇欲感 OK 我不知道它唇欲在哪里 因为我 我不唇 我只有欲 但是我就是觉得 嗯 擦了它之后很想把自己的衣服 拉一半下来 哈哈哈 就觉得好漂亮 它不管说是单擦或碟擦 都非常的beautiful 那再讲到他们家的包装 一般的唇佑大致上都是长这个样子 偏简单 有质感 那他们家呢就是 华丽的风格 喜不喜欢呢 见仁见智 可是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 而且 它拿起来在手上是有重量感的 所以质感方面我也是给过的哦 这个产品拍照算说是上向的 可是我觉得它的魅力更是在于 呃 真实人跟人之间互动的时候 或者是拍影片的时候 那个光打下来 看到你这个人的那种灵动感 真的是蛮厉害的 所以 皆さん 如果说你外出运动或登山 也想名艳动人的时候 千万不能够错过这些 蠢又类的产品 合不合 我们不知道搞不好 居民就是在台湾度假哦 OK 如果说你不知道居民是谁的话 他是我的韩国的呃 男友BTS成员 OK 好搞不好孔刘也是偷偷来台湾泡温泉啊 然后我们就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就遇到 也不一定啊 搞不好你就是因为这个蠢又跟他一见钟情 OK 这些人如果太远的话 你怎么知道你什么时候会遇到你 所以还是随时随地要准备好 让自己美美的好吗 蠢又擦起来 OK 不只是花枝小唇釉 这个NARS的唇釉 也是要擦起来 他的名字很长 让我为大家念一下 OK 他叫做激情过后嫩唇露 我跟你们说 这个是品牌送给我的公关品 可是我绝对不是因为人家送我 才说这么多好话的 他真的很漂亮 老实说好这两个颜色 我刚开始看管身的时候 就觉得说啊漂亮会漂亮 但是我擦起来会不会像中毒 或者是我擦起来会不会像血盆大口 Oh no 超级高级 你知道吗 如果说我今天是要去别人家玩 就是是在家里面 会把口罩拿下来聚会 欸我会擦他们欸 有没有很夸张 或者是说就是朋友们在那边聊天啊 我就会擦上这个唇膏 欸自己自拍耶 我光这样阐述你就可以理解到说 这两只唇膏能够让我 filling myself 让我感觉到另一面的自己 但是是in a good way 这个焦糖欧蕾色 千万不要素颜擦 因为我说真的就是 如果说你在自己整体的妆容 还没有拿捏好的时候擦它 确实是会有一点点 有一点点的像生病 但是如果说你是有化妆的情况下擦它的话 瞬间那个高级感就来了 瞬间那个欧美感就来了 而且它也适合叠擦 你擦它再叠这个比较偏红的颜色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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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就是很漂亮 所以这款产品也是单用 叠涂都ok 而且它薄涂厚涂都有不一样的氛围感 进可攻退可守 你可以叠擦在别的唇膏上面 也可以擦了它之后 再叠别的唇釉上去去增加层次感这样子 算是唇釉界一个打底色的概念 再来是这个粒子烤奶色 它管身看起来非常红 可是它上嘴之后是那种透透的果冻感 这个跟花枝小一点不一样的是 它没有那种沉膜的水光感 它是本身就自带光泽感 所以呢它真的是一抿就掉了 但是如果说你涂很厚 然后把它抿掉一点点去减弱 那个光泽感 还是会有微微的颜色保留在嘴巴上 会有一种血色感吗 或者是说MLBB感 但是是更贴近日常的 然后你经过这样子的步骤 它也是比较不容易转硬跟沾杯的 唇釉就是持久度不高 但是妆效漂亮 yes like I said 遇到真爱就靠这些小宝贝了 会不会其实男生根本不懂这些亮亮的嘴巴 ok 没关系 不懂的男生就当错过 懂的就是我们的知己 还是都是gaming 但anyway 让自己有漂亮的好心情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so 皆さん这些唇釉呢 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跟各位分享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 希望大家还喜欢 现在呢疫情的情况慢慢的比较缓和了嘛 所以政策也相对的放松了 大家的心情有没有也变得比较轻松一点点 或者是说想化妆的心又更多了呢 希望今天的影片呢 看来能够让大家有实用的资讯之外 也有好心情好不好 那如果说你自己有什么爱用的唇彩想跟大家推荐 也欢迎在留言处告诉我 以及跟大家分享哦 在你离开这部影片之前 我要告诉你记得你是最棒最美最amazing的 I love you so so much 我男友也love you so so much 我们家袜子也love you so so much 好的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了 see you next time love you bye bye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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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